前面一支影片已经说明一些 通过圆点之直线的近射变换 并用矩阵来表示此近射变换 也就是若以通过圆点且斜角θ θ大于-90度小于等于90度的直线L为近射轴 则平面上任意点p.xy变换至L的对称点p'x'y'会满足 矩阵x'y'等于矩阵cos2θsin2θsin2θ-cos2θ乘以矩阵xy 现在让我们用一道问题来帮同学复习一下前面的概念 以致直线L为y等于根号3x 是求a.42对直线L的对称点坐标a' 解答-2加根号3,2根号3加1 在看这道题目之前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三角笔的定义 若θ是一个标准位置角 在θ的中边上认取非圆点O的一点p'x'y' 则我们定义sinθ等于r分之y cosθ等于r分之x 以及tgθ等于x分之y 其中x不等于0 三个三角笔 从三角笔的定义得知 假如有一条通过圆点且斜角θ θθ大于-90度小于90度的直线 那么这条直线的斜律m就会是tgθ 所以在前面的测验中 我们想象x轴以圆点为中心 逆直针转θ后 其中θ介于-90度到90度之间 得到直线L为y等于根号3x 因此L的斜律为根号3 我们可以得知 tgθ等于根号3 且角度θ等于60度 我们将θ等于60度代入 可以得到L为y等于根号3x 为近射轴的近射矩阵为m 等于矩阻cos120度sin120度 sin120度-cos120度 等于矩阵-1⅔-2-3-2-1-2-2-2 因为A点坐标为42 所以矩阵m乘以矩阵42得到矩阵-2加更号3-2-3-1 因此A对L的对称点坐标为 负2加根号3,2根号3加1 前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 斜角θ等于60度 然后再带入近射矩阵中 那是因为60度是特殊角的缘故 但假如斜角不是特殊角的话 是否可以利用近射直线的斜率 帮助我们求近射矩阵呢?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道题目 设直线L为Y等于2X 是求第一题 以L为对称轴之近射矩阵M 第二题 点P-2E对L之对称点P'的坐标 我们想象X轴以圆点为中心 逆直针转θ后 其中θ介于-90度到90度之间 得到直线L为Y等于2X 因此L的斜率为2 我们可以得知 tangentθ等于2 因此我们就可以画一个 0边为1 对边为2 斜边为根号5的直角三角形 根据三角比的定义 得到sineθ等于根号5分之2 且cosθ等于根号5分之1 此时由二倍角公式 sine2θ等于2sinθcosθ 得到sine2θ等于5分之4 解cos2θ等于cos2θ-sin2θ 等于-5分之3 因此以直线Y等于2X为对称轴的 近设变换矩阵为M 等于矩阵cos2θsin2θsin2θ-cos2θ-5分之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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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之3 对直线L之对称点P'的坐标 因为P点坐标-21 所以矩阵M乘以矩阵-21 得到矩阵2-1 因此P点对L的对称点坐标P'为2-1 现在我们尝试推导 以Y等于MX为近设轴的近设矩阵 设直线L为Y等于MX的斜角为θ 其中θ介于-90度到90度之间 所以tangθ等于M 我们可以将tangθ写成1分之M的形式 想象有向角θ中边上有一点P点1M 那么线段OP长度为 根号1加M平方 那么根据三角比的定义 得到sinθ等于根号1加M平方分之M 且cosθ等于根号1加M平方分之1 再由二倍角公式 得到sin2θ等于1加M平方分之2M 且cos2θ等于1加M平方分之1-M平方 我们再将sin2θ等于cos2θ带入 可以得到以直线Y等于MX为对称轴的近设变换矩阵 为M 等于矩阵1加M平方分之1-M平方 1加M平方分之2M 1加M平方分之2M -1加M平方分之1-M平方 设直线L为Y等于-3X 是求 第一题 以直线L为对称轴之近设矩阵M 第二题 点A43对直线L之对称点坐标A' 解答 第一题 M等于矩阵 -4-5-3-5-3-5-3-5-4 第二题 -5-0 以直线Y等于MX为对称轴的近设变换矩阵 为M 等于矩阵1加M平方分之1-M平方 1加M平方分之2M 1加M平方分之2M -1加M平方分之1-M平方 各位同学 我们这两支影片已经完整地介绍通过原点之直线的近设变换 并且通过一些例子说明给定直线Y等于MX如何用矩阵做近设变换 并以直线斜律表示近设矩阵 接下来的单元 我们将进入到推移变换 并且用矩阵来表示推移变换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